上次來北京的時候 感覺到北京的進步 非常的驚人 這不是國民黨立委 盧憲一嗎 怎麼前一天黨團假動 人在大陸 卻還能在院會第一案 表決按下反對 人不在場就表示 你沒有這一張選票 那既然選票多出來了 跟人數不符 這不就是做票嗎 盧憲一說 不知誰幫他按了表決 根據立法院規定 委員必須在場 才能發表決卡 傳出是議事人員 在第一案時 誤認盧憲一 丁學忠 圖全集 三個人長太像 才會幫插表決卡 其他欄委當時也以為 盧憲一在場 接著帶頭表決 構成這次幽靈投票事件 那後來才發現說 原來他都不在 那當然我們也很擔心說 是不是議事人員 最後會變成這個 代罪羔羊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民進黨 不要特別去針對議事人員 但前一天立法院藍綠會鬧轟轟 都是為了年改法覆議案 民進黨團提出三案覆議 都被否決 結果現在反過頭來 怪民眾黨團怎麼不表決 助攻國民黨 民主進不黨 不要表決輸人 然後就在那邊又哭又鬧 怨天怪地 好像別人都欠他們一樣 兩個黨都在甲級動員 然後兩個黨都跑票一大堆 都不來 柯建明自己總召都不來 確實藍綠甲洞 還有人缺席 雙方表決才多次平手 民進黨這邊不止老柯 還有三人沒來 國民黨則是缺了六人 假動沒來喊冤也得罰 只是這幽靈投票追究下去 意識人緣恐怕倒霉了